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到现在为止呢 大概过了12个多半天了 快一天了 那整个死亡人数大概是35人 受伤是230多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那其中三个主要的这个嫌疑人呢 有两个死了 有一个现在在逃 那整个在整个欧洲呢 正在布下天罗地网在抓这个人 那一天的新闻基本上我有空前的时间里面都在看 世界所有大的媒体在对这件事情的跟踪报道 那看到了应该是一个菲律宾人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BC的BC省的留学生 他们在电视当中描绘呢 都用了一个词就是 世界末日岛 在当时他们被接受采访时呢 都形容在机场 在听到了这个赶上这次爆炸之后 他的体会就是世界末日岛 他无法想象在他的四周呢 人的这个身手 异处 血流如注 这是他们共同形容的一个说法 当一旦真正面临到就是突然之间 这种恐怖袭击和人的生死瞬间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人们的那种惊恐 人们的那种那种完全令人就是他一再一再说 就是恐怕 太可怕 太可怕 那与此同时 在整个恐怖袭击当中呢 另外一个场面是让我非常学习 让我非常震惊 也让我非常敬佩比利时人的素养 那就是在这个布鲁塞尔的市中心 在欧盟大楼的附近一个地铁地铁里面呢 同时遭到了恐怖袭击 在机场的恐怖袭击之后的一个小时 那市中心的地铁呢也遭到了袭击 那在地铁里面被袭击呢 死亡的人数更高 大概死了二十几个人 就是在三十几个人当中呢 多数人是在地铁里被炸死的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仅存的 在地铁里面的视频是一个人拍下来的 那在地铁被袭击之后 火车停了 里面的只剩下应急灯 那所有电力系统被掐断 在这个背景之下 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车厢里有很多人 但是大家却那么的平静 那么的安静 非常有秩序的一个一个的在从车门 车门里出来 然后顺着车道离开 顺着这个地铁的这个车道离开 那里面你只能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 却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叫嚷声音 其他的任何的惊恐声音都没有 这个场面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也让我非常敬佩 此地无声胜有声 这是朋友们 中国人经常说的概念 而在这种大的灾难骤然降临之下 在地铁被袭击 我们知道那是二十多个人死亡的这种环境之下 漆黑一片的背景之下 人们却井然有序的一个一个的下车 然后静静的离开 这是这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 大家知道那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面临他们的是死亡 因为在他们身边已经发生了死亡 而在下一秒钟是否有更大的死亡降临在自己身上 除了恐惧就是恐惧 没有任何人能确定 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一份恐惧 在黑暗中 在死亡的氛围中 而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奔跑 没有 大家记得在所有看这些恐怖影片当中 和包括那些恐怖分子制造事端过程中 他有一个很大的计算计 就是在制造流血事件的过程中 引起人们恐慌 而造成相互践踏 相互踩踏 扩大这种恐怖氛围造成更大的伤亡 这是所有恐怖分子计划中我相信都存在 但是在布鲁塞尔这件事情上 在地铁里面出现了爆炸事件 人死了 但是下一幕并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极端极端的恐怖分子 极端主义者 恐怖主义者 杀人主义者 营造恐怖来遏制他人 来战胜他人的这些生命 他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一种杀戮的角度 站在一种恐吓的角度 去揣摩一个正常人的心理 但真正拥有教养的 坚守保有人性 起码对人性有所认知的 一个人 他却并不像恐怖者 恐怖分子者 或者说被洗脑的人所想象的那一份的作为 所以在今天的另外今日点击当中 我曾经做过比较 我说看到布鲁塞尔人面对死亡 这样的平静的态度 再看看刚刚拿出来的 在泰国中国人抢大虾的场面 这真是令人深思 令人感慨 一个坚守人性 一个起码尊重人性的正常的国度 人会展现出自己人的品质 而相反 一个否定人性的制度之下 普通的国人在他的行为中都会带来令人啼笑 结非 却是在他们看来极其正常的荒谬的行为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又残酷的一种对比 那这是我个人所感触非常深刻的了 在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那结果在同样的今天里面呢 这个奥巴马在古巴访问 而且呢应该是现在的时间是已经结束了 他在古巴访问的最后的行程呢 是这个与古巴的这个总统呢 观看了一场这个棒球赛 那有些美国的政客认为呢 奥巴马应该提前结束访问 但是无论怎么样 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 他确实在88年来 重新踏进了古巴的土地 那美国与古巴恢复了正常的交往 这是事实 那古巴恢复了正常的交往 我觉得古巴现任总统劳尔 在与奥巴马进行的记者会当中 曾经这么样回答了一个记者问题 记者的问题大概问了有关 这个古巴的这个政治叫什么 政治囚犯良心犯的问题 结果劳尔竟然是这么回答他的 你手里有没有名单 你手里有没有一份良心犯的名单 如果你有这份名单 你看看是不是还在古巴的监狱当中 古巴已经释放了所有的良心犯 所谓的政治犯 也就是古巴以这样的行为 已经使得自己从一个强制的独裁的社会 一个政权 在走向一个人性的正常的社会 这是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与今天中共 要求那些维权律师 一些大V 一些各种这样的对人性 有着维护与尊严的人 被逼上CCTV来认罪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古巴是中共的主要的盟友之一 与此同时 Facebook和Google以及这个Twitter 都已经在考虑在什么时间如何进入古巴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东欧苏联解体之后 在全世界仅剩下了古巴 越南朝鲜中国 这样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而古巴的行为 今天的老尔回答记者的说法 就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此同时 我今天在这个Facebook 在Twitter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越南总理潘文凯 在他的越南的这个最高级的国家会议当中 明确说 越南将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司法独立 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 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 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 最高法院可以审理党政领导腐败案件 越南共产党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 实行阳光法案 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那这个说法 以今天的中共的体制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吧 只要司法独立 只要他的承认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 而越南明确讲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那也就换句话说 抛弃了共产党在越南的 他不可逾越的超越于国家的权力 最高法院可以审理党政国领导人的这个案子 这是非常明确的抛弃了共产党的一个标志 另外一个帖子 这都是这个帖子实际是来自于网易 缅甸解除了Facebook 只剩下缅甸解禁了Facebook 只剩下四个国家在封锁 那缅甸最近宣布对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 Facebook解禁 那目前依然只有四个国家 仅剩下四个国家对Facebook进行封锁 其中包括朝鲜 古巴伊朗和其他国家 四个国家点了三个名 第四个他说其他国家 那就是网易自己的所在地 中国 那网易接着评论说近年大力推进民进化 民主化进程的缅甸 接连宣布了对推特和Facebook的捷径 此外缅甸政府还解除了对部分境外新闻网站的封锁 这里包括英国的BBC 那这就 大家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一直说的一个概念 在 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整个苏盟 苏联解体之后 那原来的苏联的国家 恢复了苏联之前 苏共之前的那种国家的概念 那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完全崩溃 当只剩下中国 缅甸 中国 越南 古巴 和朝鲜的时候 这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 共产党的 谨慎的 这个集中的一个社会环境 那结果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古巴 已经 跟美国恢复了正常的 社会 国家关系 古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良心犯 越南 明确说 自己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而今天的中国与朝鲜 几乎成为 几乎成为了敌对国家 那也就是说 仅剩下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 两个共产党的 还是传统的 共产党统治的社会的国家 已经完全翻脸 已经完全翻脸 那作为 共产党的老大哥 在苏联崩溃之后的老大哥的中国 就剩他一个了 这就是一个大的社会的场面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场面是非常有趣的 这不就是应对了整个一个人类社会的环境 在抛弃中共本身的这么一个氛围吗 这个氛围非常清晰的展示给每一个人 共产主义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就是灭绝人性 当他讲出有党性就不能有人性的时候 也就表明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就是一个扼杀人性的国家 他不是一个宪政正常的社会环境 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环境 在今天中南海 按照苹果日报 我们前两期的节目当中讲 这个中南海正在面临的那种杀虐式 虐杀式的杀戮式的翻江倒海的搏杀 那今天感觉就这种死尽死尽的这种感觉 就让人们意识到一种翻天覆地的这种骤然的变化 就在眼前 结果非常应景的 罗宇就在今天再一次直接劝导习近平 要放弃共产党独裁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他指罗宇跟习近平这一代人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宪政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宪法 我们只知道政策 那这样的一代人 这样的环境 就应该要识实物 就应该抛弃中共 他这是罗宇给习近平写的第六封公开信 信中直接了当 要求习近平放弃中国共产党 要收听这期节目呢 请大家订阅时照Reading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